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气质出众 令人过目难忘 咱们先从夏梦说起 夏梦天生丽智 气质清新脱俗 她是金庸的梦中情人 金庸小说中的许多女主角身上都有夏梦的影子 最难得的是身处纷繁的娱乐圈 夏梦却始终保持着严谨和自律的生活态度 从未有任何绯闻传出 她在长城期间主演了18部电影 是《长城三公主》中的大公主 直到1966年 夏梦主演了电影《迎春花》后宣布西影 并和丈夫林宝成移民去了加拿大 1979年夏梦应邀出席全国文代会 随后她创办了青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 监制了三部电影 其中包括刘德华担任主演的《头奔怒海》 和思琴高娃担任主演的《四水流年》等 均获奖无数 深受观众好评 2015年8月 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和银都机构 携办的《仲夏梦影》 夏梦从一65载影展 于电影资料馆电影院展开 夏梦亲身来到电影院和观众见面 2016年10月30日 一代女神夏梦去世 享年83岁 第二位 陈娟娟 陈娟娟很早就登上了一幕 1933年 陈娟娟年仅四岁 便被电影公司看中出演了电影《卫国争光》 随后 她便作为童星 闪亮在大荧幕上 在她六岁那年 她因在蔡楚生之道的《迷途的羔羊》中 扮演小翠一角而赴盛名 她不仅能演 而且能唱 卑语为中国的秀兰邓波 1948年 陈娟娟来到香港 并在长城等电影公司做演员 主演过许多电影 但影响力却比较有限 后来她改行做导演 上个世纪70年代 我们曾看到过一部纪录片 叫《万子千红》 陈娟娟便是其中的导演之一 但遗憾的是 在拍完《万子千红》后不久 她就意外去世了 年仅47岁 而她去世的原因 竟然是误服药物 导致心脏休克 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石慧是《长城三公主》中的二公主 她自幼便多才多艺 而且非常聪慧 1951年 石慧加入长城电影公司 很快便成为当家花旦 主演了一系列 筷子人口的电影 并凭借精湛演技 和出众的外形 成为电影明星 1954年 石慧在拍摄电影《兰花花》时 与长城公司的小生傅琪 相识相恋 并很快结为夫妻 婚后两人举案其眉 恩爱不离 石慧的表演生涯 比夏孟更长一些 一直到1988年 她还有在出演电影 不过后来她和丈夫夫妻一起 也移居到了加拿大 过着幸福安宁的日子 如今这位女神88岁 每天坚持的事情 就是收看新闻联播 她是长城三公主中 唯一健在的一位 第四位 宫秋霞 宫秋霞出生于1916年 1936年出演了第一部影片 父母子女 然后在下演编剧 张石川指导的电影 压岁浅中 扮演女主角秀霞而成名 1937年 她还和白杨 舒秀文 黄奈霜 共同住院了电影 《四千金》 她因擅长扮演中老年妇女 而被大家称为大姐 1980年 我们还在电影《烟漬》中 看到了宫秋霞扮演的 《双子妈》一角 2004年9月7日 宫秋霞因心脏病 在香港去世 享年88岁 5.陈思思 陈思思长得太漂亮了 上个世纪70年代 我们曾看到过她主演的众多电影 其中《三小中的秋香》 和《红蝙蝠公寓》中的梁立琴 给我们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尤其是她的那双宛如秋水的大眼睛 真可以说是令人过目不忘 而她那灿如明月般的笑容 更是沉醉了太多观众的心 陈思思是《长城三公主》中的三公主 同样拥有儒化的容貌 和高雅的气质 但她的情感经历 却不如夏梦和时会那般顺畅 1961年 她和香港英俊小生高远结婚 但这对金童玉女的婚姻 却并未维持多久 便于1970年离婚 而她的第二任丈夫蒋世 便是高远的叔叔 这份婚姻在外人看来 有些惊世骇俗 但对于陈思思来说 却获得了真正的幸福 2007年10月7日 陈思思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 享年69岁 毛妹的父亲 就是创办了新长城的袁养庵 姐夫为信报前总编辑沈建志 弟弟袁子春 为华人志业主席刘鸾雄妹夫 所以尽管毛妹不算是专业电影演员 但也常在长城拍片 曾在《余光恋》 《三恋》等电影中出演角色 毛妹原名原精眠 毛妹是她的乳名 也是她参与其父的电影作品时 用之一名 她于上海出生 毕业于香港拔萃女书院 及香港大学 主修英国及法国文学 中六至港大毕业之间的四五年间 曾拍摄八部电影 毛妹同样长得非常漂亮 颜值绝对不输《长城三公主》 只是相比较而言 她更热爱芭蕾艺术 曾赴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 深造芭蕾舞 1963年与廖本怀结婚 四年创立毛妹芭蕾舞学校 2009年还获香港演艺学院颁售 荣誉院士荣贤 7. 留恋 留恋是长城电影公司的另一位美女演员 1950年起 先后主演了《一家春》 《百家齐放》 《花花世界》 《姊妹曲》 《不要离开我》等多部影片 后来还创办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制作出了泰山南北 《奇鲁英豪》等纪录片 2009年 留恋去世 享年86岁 8. 王宝珍 王宝珍是活跃于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香港影视演员 他也是童星出身 他拥有漂亮的容貌 清纯的气质 其表演风格也与夏梦很像 自从1958年作为童星出道以来 王宝珍一直签约长城电影公司 在数十部电影中担当重要角色 在1966年 王宝珍迎来他演艺事业的巅峰期 他主演了被誉为第一部最出色的武侠电影 长城公司拍摄的《云海玉公园》 本片由梁宇生原著改编 90年左右 内地多家地方电台都播出过此剧 只是观众看完本剧后 对另一女主角陈思思印象更深 1971年 王宝珍更是主演了梁宇生的另一部改编作品《峡谷担心》 本片在80年代曾在内地影院供应过 这两部影片都是他和长城小生《富奇》搭档演出 在《云海玉公园》一片中 王宝珍饰演的古之华 凌空一见 姿势美妙 见招伶俐 令观众叹为观止 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秋风秋雨 皇帝出京 锦上添花等 70年代中期逐渐淡出影坛 第九位 报起静 上个世纪70年代 我们曾看过报起静主演的《屈原》 其中他扮演《蝉娟》 以及他主演的《白发魔女传》 其中他扮演《练泥肠》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对他的表演更为熟悉 报起静不仅容貌秀美 而且演技精湛 尤其是他在天水围的日语夜中的表现 至今令人难忘 如今的他72岁 仍在坚持拍戏 此外 报起静虽然已经年过古膝 但他的穿搭依旧优雅 近期 他出席活动时 将镂空裙与披肩搭配在一起 穿出了优雅又高级的形象效果 镂空裙配披肩温婉大方 没有衣美的脸十分耐看 除了美的带有着真实感 他的造型也令人惊艳 内搭裙装是用带有着浅灰色的镂空形状 以及精致的浅粉色格调而突出的 同时还搭配着精致的断状丝绸 让裙装的质感瞬间飙升一个度 在此之外 搭配着亮肤色点缀的宽大长度的 Gucci围巾 以及卷卷头发 也让他更加拥有了 温婉大方的成熟女性气质 如此看来 报起静虽然都七十多岁了 但穿起拼接礼裙配披肩 依旧优雅大气 脸上有肉也甚是耐看 不少人也评价到 报起静真不像古稀老人 看着仍然高贵迷人 10.李燕燕 李燕燕在长城公司的时间并不长 所拍的电影也不算很多 但是她的美丽 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 她在巴士奇遇节良园 和欢天喜地对亲家中 所扮演的角色 可以说惊艳了所有观众的视线 只可惜她太早吸引了 从夏梦到石惠 再到陈思思 抱起静 李燕燕 多少美好的影像 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但不知各位最难忘的 是他们中的哪一位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